歡迎回到新聞思想起 在臺灣外籍移工 是除了本國勞工之外 非常重要的勞動力來源 在一九八九年 因應臺灣的經濟起飛 企業勞動成本增加 政府開始引進了移工 而直到了二零二一年五月的疫情升溫 關閉國門之前 在臺灣的移工人 總數就多達七十一萬 而他們最常從事工作是什麼 大多是臺灣人並不想做的3K產業 也就是危險 辛苦 跟所謂的骯髒產業 而面臨直在狀況更是層出不窮 以臺灣漁業來說 雖然每年平均是有高達 九百億元的經濟產值 但其中不少都得要仰賴 兩萬兩千五百五十米的外籍漁工們 他們在海上活命換來的 因為他們的工作環境相當嚴峻 工時不是超時 就是日夜顛倒 也最為容易發生職災跟職業病 那麼根據勞動部十年來的數據就顯示了 外籍勞工他們在各個產業的狀況 無論是失能 死亡的親人率 實際數字都遠遠高於臺灣的勞工 2019年 阿泰二十歲那年 身為家中獨自的他為了撫養父母來臺灣工作 只是才做了兩年就發生了嚴重殖災 當時 阿泰的腿上竟然裝了這個驚人的裝置 這是因為兩隻腳不一樣長 得靠這個裝置來矯正 當時 阿泰還在等雇主的合理賠償 跟她一樣的還有同鄉的阮友誠 來臺十二年都在同一間塑膠廠工作 沒想到一台新進的機器發生故障 多去了阮友誠右手的兩根手指 一分鐘我們門發東西 一分鐘關起來 開模 我手拿進去 機台關起來 我手拿不起來 它壓到 壓到燙到那個肉都壞掉 能用中文說明事發過程 可見阮友誠有一定的中文溝通能力 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 我手拿不講 aa 我手拿不向聲 嗎? 我的 Ал所為 我手拿不敢硬 由我行udi 當時行我們做 Mia 和 customer 才43歲正值壯年 卻可能因為這場意外 有生之年再也找不到工作 全家的生計陷入愁雲慘物 跟軟友誠一樣失去手指的還有他 刮下身上的皮膚來修補左手的傷 這種痛有幾個人能懂 這種痛有幾個人能懂 2021年范伯維才剛到台灣 進入印刷廠工作 本以為相對單純 但才做了一年就出事 生有父母 下有孩子 責任意健康的范伯維 本來想在台灣努力打拼 但發生直災後 他卻看清楚了雇主的真面目 兩年後 我老人都不對單純 大部分死在七個月 老人都會說 老人都不受責任 我從來 老人都受傷 在於家務的事 老人都受傷 老人都受傷 越南同乡 一起找上长期救援 植栽移工的阮神父帮忙 但是它的功能真的很差 同小越南语和中文的阮神父 靠着信仰的力量 自己一个人坚持在台湾奔走 要当彷徨无助的 植栽移工们最温暖的那座灯塔 我就用心理的辅导安慰他们 然后我们也发公文 给地方政府的检查机关 然后去检查 但过程中 移工面临的困境 其实比本国劳工遭风之灾 还要严峻 语言不通 法律也不通 或许中介公司一直威胁他们 那所以他们的困境 不只是这个身体已经损失 雇主的问题 中介的问题 政府也没有那么 那么积极地仔细去协助 去调查 其实受到身体的植栽 除了雇主应该受到 不管是行政的一个罚还 或是刑事的一个处罚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民事的一个赔偿 就是就移工受职呆的部分 也是可以依据牢基法的规定 来跟雇主求偿 但诉讼旷日费时 这一等最少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他们甚至没有勇气 告诉遥远家乡的家人 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只能在同乡之间 寻求慰藉和依靠 在船上工作八年的印尼渔工阿迪曼 平时以船为家 但自从他发生直灾后 左手开刀 指头不能弯 只能用右手勉强做些 不那么粗重的工作 但阿迪曼说到一半 突然闭口不谈 原来这时候他的老板来了 雇主表示事发后 就带阿迪曼去看医生 也有帮他报了保险 但对于事发的经过 则不愿多提 他们有时候会因为精神不济 头部会被一些鱼锯去打伤 或身体去打到这样子 我们转而请教 长期投入北海岸鱼工服务的 社工李正兴 他认为鱼工的工作形态特殊 经常日夜颠倒或超时工作 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直灾风险 曾经在印尼生活超过十年 说得一口流利的印尼语 李正兴在每个北海岸码头 都有熟悉的印尼渔工朋友 医疗协助 个案服务是家常便饭 也因为够了解印尼文化 还到处奔走 促成设立渔港边的祈祷师 中午空档印尼渔工马伊 跟朋友来到祈祷室 面对着麦家的方向祷告 祷告结束还没到出港的时间 我们询问马伊在海上工作 有没有曾经受过伤 马伊立刻给我们看她的手指 马伊也认为渔工的权益 并没有得到台湾政府应有的关注 如果有法律人员 如果有法律人员 我们应该能够帮助 让他们能够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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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他們一千四個月給得到 台灣移工的所謂的 職災失能的千人率 大概是台灣本級勞工的兩倍以上 每一年會有三百件 一年三百件換算下來 將近每一天 就有一位外籍移工發生職災 台灣國際勞動協會長期調查發現 職災數居高不下 背後當然有原因 移工所在的產業通常是3K產業 3K產業它很多器具是老舊的 我何必要更新這些老舊機器 我今天請一個移工 最早前1萬7、1萬8 現在2萬3、2萬6 我就可以持續的營運了 我幹嘛要去更新 花幾百元去更新這些機器 根本沒有這些動力 所以導致這些機器是老舊的 那就比較容易發生問題 這解答了為什麼移工們發生職災 現場的機器通常都有狀況 另外一方面則是安全設施的形同虛設 你一天要給我產一千個 那你速度慢怎麼辦 你把這關掉啊 但你覺得是被關掉了 所以就會發生這些職災 政府要立法去強制在工作的期間 一些強制性的安全規定 雖然政府雇主和移工三方都需要盡力去避免職災發生 但往往事情發生了受雇移工的權益多數難以獲得保障 只是臺灣的經濟發展偏偏又是靠這群異鄉人 在看不見的角落裡 付出汗水和淚水支撐著 他們絕對值得臺灣社會給予應有的尊重和對待 歡迎回到新聞思想起 辛苦工作付出了勞力與心力 原本勞資雙方可以共創雙贏 但要是一方為了節省成本或變異形式 罔顧職場安全的做法 不僅炒短些也容易造成兩敗俱傷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王欣怡 我們再會 除非 感動 永久 點 溝 廉